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贝猫DIY 我是阿蕙 我是Jocelyn 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 登登 登登 这个就是电钻 电钻的头叫什么呢 钻头 错 是钻尾 讲到钻尾呢 钻尾通常有分成三种 一种是钻木的 一种是钻铁的 一种是钻水泥的 就是墙壁 桌上呢有四种款式 请问哪一种是钻木的 这个 错 这个是钻铁的 钻木的其实是这个 钻木的呢 就好像它的头是有尖尖的 这种是钻木的 然后钻铁的呢 钻铁的是 这种 头就好像一只V字形 不太V这样子的 如果是钻水泥的呢 就是墙壁 钻杨灰的就好像是这种 V字形的 讲完了钻尾的头呢 就要讲它的下面 它的下面呢 通常有分为三种 最常见的呢 就是这种圆形的 圆形的就是夹在三角夹头 什么是三角夹头呢 这一台就是三角夹头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钻水泥的 就是钻墙壁啦 它的下面呢 就觉得要特别一点了 特别一点什么呢 就是好像凹度不平的 就是安装在这种 大型的Lockery Hammer 为什么 为什么要安装在这样大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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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有一种功能 垂钻的功能 就让你钻墙壁的时候 有一个垂钻的功能 就让人垂着你这样子 还有这一款的钻尾呢 它的下面呢 就比较特殊一点的 它就长成是这样子的 六角头的 就是安装在这种 In bed driver 上 为什么要安装在这一款电钻 跟第一款这个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哦 不一样在哪里呢 它的头 是一个快踩头 为什么叫快踩头呢 就是这样子 拔出来 这个插进去 这样子就插进去啦 就可以很快速的更换你的钻嘴 所以方便很多 算我已经介绍完了 今天就到这边咯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下一集再见 拜拜